你看第二个 第二条路 还有三分钟 来为大家分享 第二条路的就是求生净土 但是求生净土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个原则 后面刚才讲的 这四个字 事实不退 就是你的怨心 你那个怨要真怨 不是今天发愿 明天就没有了 明天发愿 后天又没有了 不是这个的 你要真正发愿 你事实不退 你发愿 你发誓 我永远不退转 只要你有这种的能耐 这里坚定的意志 坚固不退 各个往生 那就易如反常 所谓万修万人去 只要你有这种的志向 像有些人 我今生我要做大老板 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福报 没有一个不完成的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像学务法师一样 剃头出将 你只要有这个心 你都能够做得到的 希望我们博士尽忠学会 我们总干事 希望有一天能够这样 剃头出将 以后我们的博士就有福了 希望大家鼓励他 我们的牧姨 我们的威诺 大家鼓励我们的总干事 鼓励他 难得嘛 对不对 还有单身 只要你有这个志向 你有这个心 只要你这个心 你这个志向 你的志向 那你往生就易如反常 真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但是尊敬的 对于同修大德 这个时间很快 还有两分钟 但是我们看下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念佛念得很好 我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有一些人真的 念佛念到修定了 他有这种定 得定了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到得定了 有啊 很多 师父看到很多一些 念佛最后得定 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那种愿力啊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个力道不过 那个力道 那个力道 那个发愿的力道 都是那种愿心 那个愿啊 不过啊 那力道不过的话呢 那你怎么念佛 无论你怎么念 你也得定 哪怕是你成就得力了 你也没办法 了生死 所以这个事事不退 就是我们了生死的关键 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啊 但是你没有 没有这个心 要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也没办法到西方起的世界 八 八支 八支马来拉也拉不动 没办法 所以有一些人呢 念佛 他只是要修福报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你看那个四十八月 从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只要你依教 阿弥陀佛里面的教诲 虽然你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将来你依教经典里面的去 去做到呢 你将来到这个人生 是生在什么家庭呢 好善之家 好得之家 就是说你的家庭很完美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家庭里面 父母都非常好 兄弟姐妹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个社会是很有地位的 人人都尊敬的 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不缺乏什么东西 一时无忧的 阿弥陀佛你看这么慈悲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然后在这个四十八月里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他里面的教诲 你把六度三学 哪一条你能够去做到 你就能够生在这个环境里面 帝王之家 富裕之家 富贵之家 而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活得能够认识佛法 好得之家 好善之家 就是你们这个家庭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又能够闻到佛法 你看四十八月里面 就这么慈悲 阿弥陀佛这么慈悲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四十不退 你得愿 我再看这一半 我再看这个地方 好善之家 我再看这个地方